MVP 朱婷,MVP属于球队所有人!力量来自于被大家信任2019年9月5日 先有冠军,才有MVP。这一次站上领奖牌,我在想,MVP是什么? 从成为运动员的那天起,一直为训练比赛奔忙 从开始什么都不会,笨笨地一次次摔倒,到后来能控制球了,可以一次次起跳扣球,从一天天训练,到一场场比赛 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,大概就是,训练为了比赛,比赛为了成绩,成绩是为了对自己付出最好的肯定 一转眼十多年了,日复一日,坚持确实很苦,但没有觉得多难,因为身边总有一群伙伴,为了一个目标,流汗,流泪,甚至流血 这些年,我们赢了很多次,拿了好多个冠军,所以才有了我的成绩单上那一长串的MVP 只有集体项目才有MVP,MVP属于冠军,但MVP,并不是决定球队命运的孤单英雄 作为冠军队的代表,MVP注定很闪亮,但他不是黑暗中仅有的那一束光 并没有一个球员具有左右一支球队命运的能力,随着运动生涯一路向前,我越来越能理解这个道理 一支球队的命运,是这个集体所有人智慧和努力的合集 就像刚刚吐槽这无偿总决赛,每一场胜利都是拿出完美配合的球队所得 最终的冠军,属于荣誉面前每个人都拼到忘我的集体 每一个MVP身边,都有一个杰出的团队,带动全队的教练,在各自位置上发光的队员和默默付出的幕后工作人员 大家合力拼来冠冠军,拼来MVP,这个MVP属于球队所有人 又一次得到MVP,是因为所有人的支持,我感受到一种力量,是被大家信任的力量 以前,可能是我还小,接受MVP的奖项时没有想过那么多,只知道出了成绩 不能忘了自己是谁,这一次,特别是这一次,站上吐槽冠军领奖台上接受又一个MVP奖杯时 我想致敬所有的和我一样为了梦想再拼的运动员 那么多场的比赛,冠军只有一个,那么多的队员,MVP也只有一个 但是一定有很多东西是超越胜负和成绩的,是比MVP更有价值的 很幸运,在前行的路上,我看到了更美的风景 感谢观看